今儿拿三件东西 这一方大印 官印 这字不好认 一会儿又教你怎么认 这儿呢 两份钱 一份是你不认得的 或者你不使用的 没见过的 银定 什么时候的呢 明朝的 明朝家境年间的 我们再看这个 银元 这你熟悉 我告诉你 这个你也不熟悉 这比你常见的银元厚 这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钱币 那么为什么把 两个钱和一个印章 搁在一起呢 跟张献忠有关 我们最近看到新闻 张献忠陈寅帝呢 这个盗挖案 或者是盗捞案 告破 有关张献忠的宝物呢 他本来是个民间传说 正史里并没有记载 可是你一去四川地区 只要你跟人家聊天 聊大发了 就有人说 你提到张献忠 一定有人说 哎呀 他有一堆宝物啊 他有多少船 多少船 上千条船的宝物 全部就沉在这江里 过去我们都认为 这就是一言史 就是一言老百姓 兢兢乐道的八卦 但是没想到 三百七十年后 这传说就变成了个事实 我们先了解一下 张献忠这人啊 这人呢 在民史中是有宰的 张献忠跟李自成呢 是童年生人 那就是说 他们俩一边大 但是他读过几年书 崇祯呢 三年 1630年 这个张献忠呢 积极响应王家印的 这个反名的号召 在弥指啊 陕西弥指旗 四号八大王 王家印呢 这个命运不好 后来死了 死了以后呢 张献忠就跟李自成 一块归附了高盈祥 高盈祥最初就称为闯王 我们不要以为 李自成是个闯王 李自成是成为闯王 是后来的事 最初高盈祥就是闯王 那他手下有两个闯将 这两个闯将是谁呢 就是张献忠和李自成 李自成 后来呢 这高盈祥 死了 这一死这事就大了 因为张献忠跟李自成 谁不服谁的气 就是有点像这一个 一司令死了吧 俩军长就闹掰了 彻底闹掰了 闹掰后呢 本来是一股力量 这个力量非常大 他是非常有可能 就是把明朝干掉 统一中国的 但是他闹掰后 就一股力量变成两股 那各自的力量都有削弱 那么一个人就盘踞在黄河流域 这就是这个李自成 另一个人呢 就张献忠呢 就盘踞在长江流域 一人守着一条大河 李自成啊 进京称帝以后 张献忠呢 就不愤呢 不愤呢 就自个儿在成都呢 也称帝 这俩人呢 一北一南 北边这叫大顺 南边这叫大西 他其实是西南嘛 他各自为政 这两个政权 在中国的正史当中啊 基本上都不认 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会提到 但是在正史中基本上都不认 明朝末年的时候呢 最初有三支力量 都想统一中国 干掉明朝 这三支力量是谁呢 是东北的满清 残余的这个南明 再有就是这个张献忠和李自成 但是他们俩一掰呢 就掰出了四支力量 所以当时有史学家就认为 有四支政治力量 是可能统一中国的 当时比较起来 满清的力量比较弱 所以有很多学者就认为呢 最没有能力 最不该统一中国的 反而是满清 就觉得首先是兵力不足 另外呢 入关时候呢 他有强大的文化抵触 因为他毕竟不是汉文化 遇到汉文化的强大抵触呢 他在统一中国 或者说他拿下政权 他非常费力气 所以最终 由学者认为 最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满清 他反而统一了中国 李自成在北京称帝 不足四十天吧 就是四十天上下 失败了 我们知道进城以后 烧杀略强 那么 李自成进京是1644年 贾深年 明王是亡于1644年 到1944年 这时候正好是抗战的后期 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 在这个时期 郭沫若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叫贾深三百年纪 登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连续刊载了四天 那么毛主席就对文章特别重视 就说我们呢 未来要进城的 所以呢 一定要记住明王的教训 要记住李自成的教训 这个我们今天啊 说话中呢 经常有时候说 这人说张家长李家短 这个俗语 据说就是跟张献忠有关 张献忠当年治理成都的时候呢 就是派兵啊 这个巡逻 巡视 大街小巷来往巡查 当时呢 据说有两口子呢 在这个城墙边呢 搭了个草棚居住 过去人的居住的环境 没有现在这么好 现在棚户区都比那时候那草棚居住好 所以一到晚上说话声都听得见 这两口子 这男的喝了酒以后呢 东一季虚一季就没完没了的说 这个妻子呢 就听着比较厌烦 上来就开骂 就说你深更半夜的 你这还张家长李家短的 说个不停 你说什么呢 谁知这夫妻的这段对话呢 被这个巡逻的这个兵丁就听见了 听见了以后呢 有点不知前因后果 直接就把这俩人给薅着 就给抓进官府 抓进官府以后呢 这张献忠就听汇报啊 听你汇报说什么呢 说他们都说什么呢 然后他说他们说啊 说张家长李家短 这张献忠听完了你就 就特高兴 哈哈大笑 这全是好话呀 这说的是我呀 是说我家长李家短吗 他不是张家长李家短吗 李家就是李自成他们家吗 说这是我家圣李自成的之衬 衬女 我们过去老说一语成衬 这是跟算命差不多 说这人是个良民 发赏释放 直接就把人给放了 于是啊 这个俗语张家长李家短 这句白话呢 就流传到至今 那么这种传说啊 在民间非常多 比如张献忠的宝物 就是我们最近这个新闻设计的 这些宝物 成都民间啊 一直流传到一句民谣 这民谣叫什么呢 叫石牛对石骨 银子万万五 就是说这石头的牛 跟石骨对上了以后呢 说银子万万五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有很多银子 相传呢 清兵入关的时候 四川境内呢 就是连年混战啊 四川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它是一个盆地 是西南地区最富饶的地方 历史上战争很难波及到这儿 但是一旦波及到这儿都非常惨烈 比如当年蒙古人打过去的时候 就非常惨烈 那么清兵入关以后呢 打到四川啊 四川就连年混战 张献忠呢 就不得不退出成功了 那么民谣说的这段事呢 就是张献忠啊 兵派退出的时候呢 把大西军的啊 就是大西国的金银财宝呢 给密藏起来 为什么要密藏起来呢 这个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授 一定把这些财产 就是这些这个银两收起来 因为带着非常不方便 我们今天啊 这个带着钱财非常方便 为什么你钱财是个数据 你手机里啊 随时可以转移你的财产 当时不行 所有的东西都是明着的 你的金银财宝 你必须随身携带 那如果多了以后 就非常不方便 所以当时的大西国啊 就是大西军呢 为了将来还能够找到啊 不因久远 历史久远给迷失 他就设计了这样一个 所谓的叫石牛对尸骨 作为藏宝记号 那么究竟这个石牛和对尸骨 究竟怎么对 是这个脸对着呢 还是侧身对着 还是有角度呢 谁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句名言 过去啊 在水下藏东西 一定要有坐标 今天不需要 今天有全球定位系统 你往水里扔 只要一按全球定位系统 下回你来 一找准能找着 但过去不是这样 过去有人藏东西 往水里藏 尤其琥珀 因为琥珀里藏东西 比河流里藏稳定 琥珀里水不怎么流吗 到哪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看左右两个坐标 一个交叉点 如果找到这个地方 就能找到你藏东西的这个 这个位置 那么石牛对石骨 肯定是位置 但这个位置究竟是在哪呢 后来就不清楚 这句名言呢 就导致后来 四川地区 尤其成都地区的 这个老百姓 津津乐道 就都希望找到 大西国的这个神秘宝藏 那么当时张献忠呢 携带千船啊 传说中千船的金银珠宝 从这个成都呢 顺水就南下了 那么到了这个四川的 彭山县江口镇呢 它有个地方叫老虎滩 这一带呢 就遭到了川西官僚 这个洋展的突袭 就是别人打他来了 一部分 或者大部分的金银财宝呢 就是随着船队 直接就沉了 当时沉呢 可能是临时的一种 应急措施啊 就为了我反正不能让你夺去 我先沉了 将来有机会 我们这个还能捞回来 那么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呢 张献忠呢 就是被刘健啊 古书上讲刘史 就刘健 命中啊 命中以后就丧生 但是呢 究竟是不是这么丧生呢 也不清楚 有人认为他可能也是得病而死的 但是 不管怎么着 他是死了 张献忠死了以后呢 他的部队就防止 他的这个尸体的被清军发现啊 过去人对尸体特别重视 所以就将他呢 葬于了凤凰山 找个隐秘处把他葬了 但是后来还是被清军 搜出来了 搜出来 为什么要搜出来 要解气 要解恨 清军呢 就在成都将其尸体呢 斩首 我们今天好像觉得 这人死了 你斩他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意义 他是精神胜利法 所以过去古代陆尸啊 就是鞭打这个尸体呢 就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 所以今天还是可以确认啊 就是四川的凤凰山呢 是张献忠的这个 就是归老的地方吧 就是他死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四川的有 比如有西冲县 还有南冲县 你听西南 这都是位置 西冲县凤凰山呢 他就有张献忠的墓 这个墓里呢 我想应该不是张献忠的尸骨了 也可能是 这个咱就不是 只能推测了 那么不管他是 有没有他的尸体 那至少是他的一贯种 一贯种过去就是 在古代呢 如果一个人死了 没有尸体 比如这个尸体 根本就没有回来 家里人都认为 他肯定是死了 那就给他做一个一贯种 或者说尸体经过 各种啊 各种可能 比如就像刚才说的 你的尸体已经被鞭尸了 被这个 这个 后人啊 这个给肢解了 所以可能就是 只好做一个一贯种 来纪念这个 过去的人 那么张献忠呢 去世以后呢 有关 他的这个陈银帝啊 就是他在哪儿 把这个银子呈现去呢 这故事就 就一下就风靡 就流传 由于这个传说的存在呢 很多人啊 很多百姓都很希望去盗绝 他跟盗墓有点不同 盗墓呢 它是个位置 就这墓葬里到底有什么 不知道 有的墓葬 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大墓葬 反复被盗绝 你飞进巴拉的 把它挖住 一看里头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直接是银子 清政府当时还组织官兵啊 直接就去打捞 到那个位置去打捞 据说一共打捞出金银呢 就大概有三万余两 后来就因为水太急 也就算了 民国政府的时候也曾经组织人去打捞过 但是打捞出来的金银很少 由于他们打捞过这个传说就变得越来越实 百姓都特别相信这件事啊 就总有人隔长不短的都要去捞捞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21世纪 到了2005年 这个彭山县啊 这个开建银水工程 生物队在这闽江的老虎滩上 河床上呢就用挖掘机 开始就挖铺 铺设管线 勾槽 结果呢 一下子就挖出了这么一共就十个银令 这银令上呢 上面写着 崇祯十六年八月 文银五十两 那么这个年号呢 正好就跟这个张献忠 陈吟的时候年号是吻合的 那么大家都初步鉴定 说这个东西就使民代的官银 那么这就为破解张献忠 在此这个牵传陈吟呢 找到了一个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呢 多少就有点考古的含义了 那么这次挖掘出来的银令呢 无论是从银令本身 还是从它的包装呢 它跟历史上非常吻合 所以呢 370年前关于陈吟之说呢 到了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事实 但这之后十多年啊 到今年正好12年了啊 那个离张献忠呢 这个陈吟吟最近的这些村庄 不断的有文物出水 那么张献忠的这个千传宝藏啊 这个诱惑太大 这个村民们啊 农民们不管那套 包括盗墓的远来的啊 就组织起来这种盗宝集团啊 据说最多的时候 有百十多人同时在江面上摸宝 那你看着 你说他是摸宝还是摸鱼 你并不清楚 反正他是他心里是在摸宝 表面上像摸鱼 你也不能抓他 那么这个据说啊 就是当地的媒体还有报道 就是说到了冬天水都特冷了 还有一六十多岁老头还在那摸呢 因为有些人很执拗 这历史上就有这种人非常执拗 他就坚定的认为 这里下就有东西 坚定的认为自己能捞出来 据说后来这村里的人呢 还有又这个买了豪车又租了商铺啊 说这盗宝者一夜就变得富 就成了街头相义的这种 这个热门的这种谈资 这种事就怕渲染 一渲染 这事就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大量的人呢就会涌入到这儿 这事就断断续续啊 就有十年 从2005年到2015年 这十年呢 就形成了大量的人跑这个陈寅帝啊 就是张献忠陈寅帝呢 捞宝 那么后来眉山市的这民警呢 就组织啊 就是这事不能肆无忌惮呢 组织抓捕队 然后就对六个啊 盗绝团伙呢 同时抓捕 抓捕了多少人呢 抓捕了31个人 扣押了啊 希望赏工钱币27个 希望赏工这钱币非常有名啊 喜欢收藏钱币的人都知道 那个儿大 首先个儿大 上面就写着希望赏工 你听这钱跟那个过去 这个政府发的钱不一样 过去政府发的钱啊 就写上比如说开元通宝啊 唐代的钱 你比如康熙通宝清代的钱 那都是当时的标准货币 希望赏工呢 这有点像政府发你张支票 够大 这钱之前 在收藏的这个钱币的这个群体中 希望赏工算是一枚非常有特色的钱 存实量不是很大啊 跟其他的跟宋钱比 跟清朝钱比 明朝钱比 那就差很多 那么这一下就扣押了27个 其中还有银定 银定有多少呢 有39个 那各类钱币啊 那钱币就多了 就能预千枚 那钱币预千枚不算什么 追回的文物里啊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能证明张献忠的 就是这个胡牛 永昌大元帅金银 这东西当时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800万 这个人啊 犯罪嫌疑人啊 不大 34岁 有着11年的潜水经历 这个人可能酷爱此事 2013年的这个清明节的晚上呢 他就到这个江口镇 对面的闽江河畔 他穿着潜水服就下去了 自己都没想到 可能不定下了多少趟呢 这趟下去了 一摸 摸着一个什么呢 四川话叫金坨坨 就是一个摸着一斤嘎的 他水下有多深呢 也就是三米深 不是很深 他双手摸摸摸摸摸摸 摸着这么一东西 手上一拿就很重 我们都知道金子的比重 是非常大的 拿到手里是不一样的 结果一拿 感觉这东西就很有意思 结果出来一看 自个儿给自个儿吓一跳 这是什么呢 是一金老虎 就是一金老虎 钻在手里 很沉 出来就高兴 高兴马上就开始寻价 你知道 过去的这个盗墓者 跟今天的盗墓者 还有点不同 过去的盗墓者 出来以后 不问是什么东西 将本求利 我这些日子就缺三万块 谁给我三万我就卖了 不管这东西 值钱不值钱 现在因为大家都多少 这些年普及了很多文化知识 或者文物知识 大家拿着东西以后呢 第一个反应是想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所以他就通过中间人呢 就打听说 这东西值多少钱 先寻价 就是说 宁肯要跑了 不能要少了 先往高楼要 先问 看谁给的高 结果有一人给八十万 你给八十万呢 这可能比他想的还高点 你想的比他高 他反而犹豫 你知道吗 如果他想的是一个 比如他想一个二百万 你给出一八十万 他说你在家里 就卖给你了 他要想一五十万 你要给他一八十万 他就说 这东西是这么值钱 暂时先别卖 所以他就在等等 就等着 这个没等几天 在同一位置 他又下去了 他又穿着潜水服 又下去了 结果离这个老虎 没多远的地方 大概也就十来米的地方呢 一摸 又摸着一金属的东西 方块 方的 摸起来沉甸甸的 然后拿着出这一看 惊呆了 这上面写着 永昌大元帅 黄金的 这文物是这样 只要是黄金的 一定不可小觑 你捞出黄金的文物 这历史上黄金的 比现在的黄金值钱 你现在手头有点金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古代谁手里有点金子 是一大事 所以这么大一大嘎的 又是方的 一块上面写着 永昌大元帅 肯定这东西重要吗 一了解 哎呦 兴奋哪 为什么 这东西 跟张献忠有关呢 更兴奋的是什么呢 你说这事怎么 他就那么巧 这老虎 和这印 是一块的 往上一搁 他有四个印 他是当时焊接在上的 在这个水里 不知道什么 外力的作用 他分成了两块 往上一搁 那可丁可卯的 这四个 这个四个族印 四个虎族就 颜色合放 那肯定是一式的东西 那这个 虎扭的印章 就坐实了 这一下就不得了了 虎扭金印 永昌大元帅 八十万的金老虎 配上这金印 一翻身 十倍 八百万 这中间人呢 就把这个 胡牛 永昌 大元帅的金印 和金策等等 一起打包 以1360万的天价 卖给了西北 某省的一个商人 卖给这个商人 这桩买卖 好像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捞的人呢 也不负 自个儿这番苦心 捞了这么多年 终于把这最重要的文物 捞出来了 那么这个姓宋的 卖掉了这个文物的 这个消息呢 就不敬而走 马上就传出去了 那公安人员呢 就迅速追踪 把这文物扣押 扣押以后呢 今天经过所有的文物专家 鉴定 这就是张献忠当年 最重要的一件文物 上面有字啊 我说过啊 有字的文物都比较重要 因为有字是最直接表达含义的 你比如彭山区啊 文管所所长吴天文呢 他就这么看 他说这个金印肯定是张献忠 陈传文物中的核心文物 是吧 对考证陈传的这个 这个重要性啊 最为关键 那么他上面的这个 还有信息呢 这个这个永昌大元帅 这个方印上还有信息 信息显示什么呢 这个金印什么时候铸造呢 是1643年的农历十一月 当时张献忠并没有称帝 所以他刻的是永昌字样 而自个儿说自个儿是大元帅 再过几年 他就如果他再筑这个金印 他一定说他是大西皇帝 这枚金印啊 这个字不是特别好认 他是用九碟传 你知道九碟传 在中国观印中呢 是标准的字体 九碟传呢 装饰性极为好 就是很漂亮 他的身份呢 就极高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只有观印啊 而且是够等级的观印 才用九碟传 张献忠当时并没有称帝啊 那根据他当时的 那个想法 和他用的这种材质 金印啊 传书等等来看呢 张献忠本人呢 当时就已经有了 称帝的想法了 现在有专家认为啊 从江口河道里 打捞出水的陈吟呢 最多可以证明呢 这个地方 是张献忠 陈吟的地点之一 而非 绝非全部 你说这事 看热闹着 都不嫌 事儿大 他要说就这一地儿 那不大家就死了心了 说还有好多地儿 你看着 在敏江的流域里啊 到处都有可能 那么 我们这里就是 有点问题啊 就说 为什么文物 一定要叫国家考古队去打捞呢 因为国家考古队呢 它是一种科学考古 如果这方 虎扭的这个 永昌大元帅金印 是国家这个 考古发现 那它的重要性 比现在通过公安人员追踪回来的 要重要的多的多 过去我们都认为 传说就是传说 传说这辈子也是传说 但今天突然发现 传说就是事实 正史啊 它会回避很多问题 正史不光彩的事都会回避 所以过去梁启朝说过 只说二十四史 无非是皇帝的家史嘛 就是他自个的丑事 他不往上写 那么不利于政府的这个稳定的呢 他也不写在正史中 所以像张献忠的这个陈吟的 这种传说啊 就一直三百七十年以来 一直成为传说 但是到今天 终于变成 揭秘官夫秀 先看官印啊 看官印 九叠传 这九叠传你看着啊 跟城墙躲子似的 什么都看不明白 这上面有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是什么字呢 其实背面有凯书刻着 他叫清军 虎卫 左镇 火攻 二营官房 一看就是一方官印 我们明代的官印和清代的官印 这个制式是一个最简单的制式 首先是铜的 首先是铜的 第二呢 有一个饼 这个饼呢 都是成锥样的 就底下粗上面系 拿着非常舒适 可以盖 这是谁发的呢 礼部发的 上面写着礼部 谁发的呢 有可能是郑成功发的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 这个有一个人呢 叫何毅 他应征入伍 参加了郑成功的 这个抗清的队伍 郑成功看这人个儿大 个儿大 这个是个这个魁梧啊 这个相貌领 就分他为偏将 有过去人的这个长相 因为过去打仗啊 都是往前冲的 中国人的一个文化叫身先士卒 你得冲在那个当兵的前头 所以你个儿得大 你说你长一米无几 你往前冲呢 你看着快乐了 所以一定是个儿大的人 占便宜 那么 后来郑成功打仗的时候 有一次溃退的时候呢 何毅就不退却 就不考虑自身的安全 要保护 他的这个主子 掩护主子撤退 那么 郑成功得以这个安全撤退以后呢 就见何毅呢 英勇无畏 就立刻提拔他为 左虎卫将军 我们看到亲军虎卫佐镇 这方张非常重要 当年啊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哪买着 在厦门买的 这方张在厦门买的 有可能是从台湾 流散过来的 当时卖这个张的人呢 并不是很清楚 他的重要性 这方张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明清啊 历史上非常重要 跟台湾有关 我们再看另外的啊 另外两件 银子 先看这个啊 张献忠的陈银就这样 他不是捞出来有五十两的吗 我告诉你这多大 这十五两 我怎么知道十五两呢 是他上面写着呢 十五两 这是明嘉靖六年 这个政府发的官银 这叫新银 什么叫新银 就是发薪水嘛 跟想银差不多 想银是军队发 这是官方发 新银十五两 这种官银啊 最重要的就是上面的文字 一旦有文字 东西就显得非常重要 没有文字 就是一般的文物了 我们再看 这个银元 清代光绪年间 左宗航都办新疆军务以后呢 他为了发想便利呢 他铸造了香瓶和想银 香瓶 我们老说这个钱啊 你们注意看圆的头后面一定写着 这底下写着一圈字 叫酷平七钱二分 这个银元呢 上面写着啊 四个字 很容易读 十字读 我们讲过钱币有玄读和十字读 这是十字读 响银一两 那么响银一两 为什么上面写一两啊 我们那钱上面写着七钱二分 这个比七钱二分多百分之二十八 足两的 所以他厚 他厚多少呢 你要平时看过银元 你看哟 这怎么那么厚啊 他就多了这百分之二十八 他为什么多给你百分之二十八呢 因为这好用 左中堂当时率兵打到新疆 打到新疆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挤养问题 挤养跟不上 由于他的钱值钱 比别人的钱多百分之二十八 当地的人有东西都愿意卖给他 所以他在军队的后勤的地方 就省了很多钱 当时有一种这个说法叫赶大营 所谓赶大营是什么呢 就是赶着跟着军队的这个营房走 他走到哪 我的生意就做到哪 所以左中堂就利用这个办法 多发了百分之二十八的一个货币呢 解决了所有的军事挤养 这是我们的官妇猫马都督 跟我一名 我们官妇猫到现在有二十多只了 官妇博物馆给这些流浪猫或弃养的猫 搭建了猫办公室和猫别墅 聘请他们当猫馆长 他也当不当 他走了 还把官妇猫的形象做成漫画 让他们讲述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物 让孩子们更能接受 每周一三五 我们的漫画在微博微信上更新 扫描屏幕上的 把二维码即可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